- 现年43岁女星谢心 当年因和胡瓜一同主持的长青综艺节目 《综艺大集合》而打开知名度 更曾靠此节目夺下金钟奖 但四年前却因和已婚男性阿翔爆出不伦恋 先是因此丢了主持棒 随后也传出无限期停工与经济公司解约等消息 如今事过境迁 谢心一改负面形象重新出发 然而近日受访他却爆料 收入奏减 穷到很焦虑 消息一出也引发关注 根据三立新闻网报道 自不伦恋爆发后 谢心便失去了《综艺大集合》主持棒 对于演艺生涯无疑是重大打击 然而近年来重新振作的他 除了以独立艺人身份继续工作打拼之外 也传出好消息 与圈外大他6岁的上班族男友陷入热恋 生活貌似渐入家境 但他坦言现在仅仅只能仰赖三大管道 包含通告、业配、团购等收入为生 健康的经济压力让他感到失不消 虽然谢心认为自身物欲很低 平时的嗜好像是运动等项目也不至于造成额外开销 可是自从买了一套小房子之后 肩上就扛着房贷 每月开销还达10万元多 其中最大的开销即为每月将近6万的房贷 加上工作与收入早已经非喜比 让他有些慌张 思考过后人淡定的坦言 没工作当然会焦虑 但焦虑也没用 如果人家不想找我 就还是不会找 而谢心有了稳定交往的男友 被问到目前的感情状态 以及未来是否有结婚生子等规划 谢心对此表示 因为买的房子太小 和男友没有同居 目前甚至大多数时间都还住在基隆老家 而男友在家中并非独子 加上自己和男友爸妈都不是会急着催婚的个性 目前交往时感到轻松又自在 不会有压力和负担 至于结婚生子等计划 谢心则认为完全不纳入考量 一来并不打算结婚 二来自己也过了动软的年龄 而且光是帮忙带自己妹妹的小孩 就让他累坏了 也让他直呼 我43岁来不及了啦 走过负面事件 谢心在这些年来力求改变 目前虽然尚在打拼阶段 路上也有许多困难险阻 但依旧祝福他顺利蜕变成功 我感充满意